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要來嫁接的是黃金菊 所需要的工具是剪子一支美工刀一支 石蠟膜一卷大概五百塊 然後鐵絲 塑膠袋 好 這一顆就是黃金吉 阿我們現在是要來取睡 因為那邊有點被壓到 有沒有看到 取回去做 那是什麼動作 接睡 壓回來了 這麼多顆 那我們現在是要取哪一段 那一顆比較好 現在要來取這個睡 剪一支 一支就夠了 一支就夠了 架接一次 芭蕾 這個買的那個珍珠芭蕾 是喔 這邊還有一個小果子 金吉巴拉 這個也是巴拉嗎 嗯 啊那個土巴拉 巴拉記自己長出來 是喔 嗯 土巴拉 下次可再加接這一副 一個禮物 你覺得花 芭蕾你 我剛剛以為是櫻花欸 媽媽你 媽媽呢 這一顆一千塊 那這一顆本來是什麼 這一顆珍木就是 那個橘子那個 那個雞雞 自己長了 自己長出來 把它放在雞雞把它放在這邊 就會長出來 這麼大顆怎麼管 對啊 很久了 以前嫁接都沒嫁接成功 為什麼 我會把雞雞的巨大 我會照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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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會照顧 我會照顧 下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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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外面這個是 是不是那個 外部的嫩皮布 裡面有一個形成層 在裡面白色是木層 下街最主要就是說 你那個 形成層有對型 大部分都會脫 大部分 出來 可以 現在 這葉子 留一點點 穿上去 举两根 應該要來撥皮 稍微秀一下 好 剛剛看不到老花眼鏡戴起來 你不是要買剝皮神器嗎 為什麼不要那個 這個比較精細 這手工的比較 有沒有 這一層是外皮嫩 嫩皮布 中間有一個綠綠的那個 不是吧 是木質布跟任皮 這一層啊 這一層就是熊層層 這一層如果有對齊的話 就 這種感覺你講的跟我覺得不太一樣 削的不好 削的不好 因為有一個綠色的地方 都可以吃到 在這裡 還有一個綠色的地方 會不會太多 不是 像是 是 你 是 是 你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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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邊 這邊削多一點,靠側內側削多一點 外側這個靠固定的 削少一點 最主要就是行程層這個部分 靠對一邊就可以 靠對 這個比金棗還好吃 靠一邊,靠近行程層 行程層有對照的外側 好,對準之後就可以把它夾緊 靠,靠近一邊 靠近一邊 靠近兩把 這幹掉喔 有膠帶 不用膠帶 我這個筆膠帶還好 這是十段嗎 一段一段 有膠帶 這個消息比較多了 放在這邊 這行程要對齊 這個延展性很好 可是它是不是都一小段 你都把它拉斷 固定好磁辣膜之後就可以把塑膠套套上去 好 好了之後呢就是用鐵絲把它捲起來 固定好 我上次看到有人用保鮮膜 保鮮膜也不會 你手擋到了 用魔術袋保鮮膜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拜拜